测量血压 血压剂的一个细节选不好 你后头这个血压量不准 今天张大夫用一个视频详细说这个事 首先说 我昨天遇到一个患者 体型比较胖 上臂特别粗 我可以把图片放在这 大家看 这个人他就说 说张大夫 我平时量血压怎么也觉得不准呢 我说你一个细节没做好 什么细节 我说你买了个普通血压剂回去 你那个绣带是个普通绣带 你那个绣带上头就是写着22到32厘米 我说你勒上之后你觉得紧吧 他说勒的特别紧 勒的邦邦的 我说这个就测的不准 我说你得买大绣带血压剂 也就是绣带上写着32到45厘米的那种血压剂 于是他恍然大悟 他说原来是这样张大夫 也一直没注意 我说你不但要在这注意 你后头 你做24小时动态血压的时候 你也得告诉给你做检查的医生 给你使用大绣带的这种24小时动态血压剂 这样的话测量结果才准确 这就是张大夫今天想告诉大家的 如果你的上臂粗 不论是肌肉导致的还是肥胖导致的 尽量选择大绣带血压剂 大绣带血压剂 一般上头会写32到45厘米 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 这个细节注意准了 你的血压才能量准 最近抖音官方也找我 让我给大家说说 专业靠谱的健康科普知识给爸妈 今天先用这个视频给大家 后头我有更多高血压 高血脂方面知识讲给大家 大家点个关注 咱们后头听更多 也感谢抖音官方的邀请